我們看第13題 它現在給你一個 角質不等式的解 等說我知道後面的答案 然後由這邊反推題目A跟B 那這題我們先做圖 目前s小於2就是2的左邊 s大於6是6的右邊 它分量或量四值 所以是兩個區間 那第一步我們先把圖畫出來 那之後我們把終點找出來 2加6除以2的一半是4 那6跟2的距離 是2 好我們先寫出這樣子 然後寫完以後勒 根據這兩個數字 這叫中心點 那這叫半徑好了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會利用這個 寫出絕對值的標準式 好 s減中心 中心4抄下來 那半徑是2 我把這邊2寫上去 兩端用大於喔 那有等號就加等號 所以第二步 把這個圖的標準不等式先寫出來 寫完以後再來 這個裡面的題目啊 這裡是3 我這邊是不是4 狀況不一樣 所以我要去把數字喬成一樣 那寫出來以後 這個乘4分3 這個乘4分3 變成3 乘4分3變2分3 好寫下來以後 再來 正面是-3 這邊是加3 這邊是加3 我還必須把這邊的絕對值內部喔 有沒有 減變加 跟題目做比較 挑回來 所以我把內部做編號 那內部變號的話 直接這裡面正轉負 負轉正就好了 那記得喔 絕對值變號 跟外面是不能扯在一起的喔 他們是分開來的 內部是成一格喔 自己內部變號的話是一格喔 在這邊的話 有很多的小朋友會直接取負十分三 然後大家乘整負十分三 這邊是錯的喔 這邊不可以直接同乘負十分三 要分兩段 那寫完以後 比較係數 這個部分呢 就是題目要問的A 那這個是題目要問的B 好 所以A是負十分三 B是二分三